1. 做运动 由于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的改善 很多年轻人长期处于久坐不动的状态 所以大多数人都存在缺乏运动的问题 这不仅会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还会增加脑梗的发生率 所以平时要养成经常运动的习惯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还可以让血液流动更加顺畅 降低血管垃圾堆积的风险 远离脑梗 2. 多喝水 日常补充水分很重要 喝水时可以加入一些草本植物搭配一起饮用 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 喝水是最好的方式 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养护血管的药室同源的食物 帮助清理血管毒素垃圾 养护血管效果更好 也被称为天然清洁工 制作方法 清浅柳 沙吉 牛蒙根 荷花 菊花 山楂 桑叶 绝明子 玉米须 葛根 槐花 配置成茶包 帮助疏通血管 降血糖 血脂 血压 坚持一个月等你的好消息 3. 戒烟戒酒 香烟中的尼古丁 易氧化碳等物质 会对血管内膜造成损伤 不但会导致体内血管变得脆弱 还会引起血管痙攣 酒精会加速血压升高 加速心率 增加心脏负担 从而使心肌梗塞和脑梗塞的发病率升高 所以平时要及时解烟解酒 然后放简单